咯吱咯吱 微弱的车轮转动声中 从数法世界回神的罗森 目光不由被车窗外的乡间景色所吸引 银月宝东郊是一大片开阔的平原 平原上新罗旗布地分布着许多村庄和庄园 别看大家都紧挨着生活在一起 但村庄一般只属于银月宝伯爵 而庄园却都是贵族私产 村庄农夫多是自由民 庄园内却基本是最底层的农奴 当初,罗森如果不跟着夏波来 而选择独自闯荡 那他大概率就会被某个贵族领主捕获 成为某个庄园的农奴 当然,这一切都已经是过去了 如今,他是身份尊贵的正式法师 也是伯爵自封的世袭爵士 于是也就有了欣赏美景的心情 最凛冽的寒冬已经过去 此刻是早春的好时光 明媚的阳光下 农夫们在忙碌着翻更田地 田砍道边已经尝出了一层生机勃勃的清脆绒毛 尚于一丝冷意的春风中飘来泥土和雨水的分香 耳中时不时能听到一阵阵呱呱的挖鸣 每一样事物中 都透着和自然亲近交融的浓郁气息 身处其中 心情也不由地变得开阔清爽 啪哒 富乐从车厢里拿出个烟斗 塞上烟叶后 对罗森道 小伙子 给我点个火 罗森念头微宁 用了个小细伐火焰之息 富乐的烟斗里就冒出了淡淡的清烟 之姿 富乐美美吸了一口 又对着窗外深深涂口烟气 笑道 去年冬天特别冷 雪下的也多 你里的虫儿都冻死绝蜡 所以今年应该会有个好收成 罗森点头认可 忽然又想起重见月灰阵的事 看来 月灰阵应该很快能恢复过来 富乐却微微摇头 未必啊 哦 富乐深吸了口烟斗 娓娓道来 烧了这么大片林子 灰烬和腐烂落叶混在一起 便是上好的肥料 若有一个好领主 能开啃出至少五万拉帮的好地 但福波斯或许是一个合格的将军 却不是一个好领主 他的心思全在武技和军队上 而真正派往月灰阵 不对 现在改名叫新月镇了 如今新月镇的镇长叫丹尼尔 萨姆勒 是福波斯妻子的亲弟弟 是个贪婪 短视 冷血的家伙 但新月镇的事情却多得很 建新镇子 开垦农田 北边还要建一座要塞 一下干这么多大事 却不能耽误农石 也不能耽误挖矿的活迹 一般人可协调不好这么多事 非得一个才干非凡 又精力充沛的家伙才行 你看着吧 新月镇肯定还要再出一次事 罗森心中一动 又问 伯爵不知道这是吗 伯爵忙得很 或许他知道一些 但他也要顾及福波斯的脸面 应该会斥责几句 但福波斯的性格比毛驴都顽固 好了 不说奥米西亚家族的破事了 和我们没大关系 这话不算错 新月镇目前只属于奥米西亚家族 搞好搞坏都是人家家族内部事务 别人根本管不着 管多了还会惹祸上身呢 或许这会影响到平民的生活 但对贵族的影响非常有限 但罗森却对这件事上了心 欧雷克亚说 有个强大法师躲在幕后 试图搅乱黄水高地 那如果我是这个强大法师 会怎么做呢 首先这个目的是绝对不能见光的 主动出击太过危险 只能躲在暗处等待机会 再来个顺水推舟 新月镇大乱后重建 有无数利益需要协调 还得把事情办好 这难度不是一般的高 要是有人在暗中捣乱 铁定地闹腾起来 既然我已经预知了这事 我能从这件事中获取什么好处呢 他心中如此自问 但脸上却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 过了会儿 前方出现一片平缓的坡地 坡地上建有高高的围墙 包围了大约150拉帮的土地 从远处看去 能看到坡顶建有一座 每轮美奂的蓝顶白墙的大城堡 房子周围的超级大院里 种植着大量风树和各种各样的鲜花 院子的地面也被精心修整过 绝大部分地方都铺满了平整的淡蓝色的地砖 并用半人高的灌木从分隔出了许多不同的功能区 有喷泉广场 赛马场 花园 阳光露台 渔石等等 但最吸引螺森目光的 却是一座架在城堡上方的一个奇异建筑 半球顶 中间有条裂缝 裂缝中透出一个类似望远镜的大圆筒 和地球的观星台有七八分相似 感觉到罗森目光所向 富乐法师便为他介绍起来 那是寻天境 毕乐谷法师最引以为傲的装备 也是观星法师这个称号的来源 别看他体积不怎么大 但却足足花费了一万克朗才建造完工 好多材料北境都买不到 必须花大钱从遥远东境去定制 罗森明白了 心中暗暗则舌 一万克朗 放地球就是近三千万 就见一个观星台 果然这世界只有贵族才有钱 有心思去搞研究啊 他又问 老先生 东境很繁华吗 富乐抽了口烟 目露迷离之色 风暴公爵的东境啊 那可是黄金之地的精华 那里遍地的黄金 遍地的知识 遍地的机会 流淌的美酒汇聚成河 刚出炉的面包堆积成山 说是凡间的神国也不为过 顿了顿 他笑道 可惜 风暴公爵和寒冰公爵 虽然同为神子 但不大对付 我等北境法师效力于寒冰公爵 明面上还是不要流露出 对东境的向往的好 罗森懂了 马车行驶了会儿 他猜测道 那碧勒谷法师是星辰法师 不 他和你一样 是火焰法师 他明想太阳 但因为他对太阳的深入了解 导致他的火焰法力非常浑厚 强度和急性都高得离谱 罗森心中猛地移动 他的冥想是基于前世的知识 但两个世界或许表观相似 深层和细节处肯定存在不少误差 毕勒谷法师就是这个世界的天文学家 他对天象的观测 就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可以很好地修正自己的观想误差 一时间 罗森就对毕勒谷法师大感兴趣 老先生 到底有多强呢 傅勒笑咪咪道 就知道你感兴趣 他往烟斗塞了些烟叶 开始娓娓道来 银月宝有两大高阶火焰法师 第一是费伦会长 第二就是毕勒谷法师 论法力浑厚和法力强度 费伦会长有不小的优势 但要说火焰即兴 那毕勒谷法师就要胜过前者了 比如最普通的飞弹术 由一个普通低阶下等火焰法师释放 就是低阶下等的威力 但要是毕勒谷法师释放 威力就能达到高阶上等 罗森心中威震 果然很强 凭他现在的法力 标准飞弹术的威力大概是中阶中等 而对方比他高了足足一个层次 说明法力强度和法力急性上大幅超过他 如果双方进行法术对轰 对方只需一心朝他扔飞弹 他就只能全力躲闪 一个失误没闪开 就是死无全失的下场 更不要说施法能力上的绝对碾压了 这世上的强大法师真是多不胜数啊 众音号 傅乐见罗森似乎被打击到的样子 笑道 小伙子 别灰心 你才十六呢 无论费伦还是毕勒谷 在你这个年纪 成就都是远不如你的 罗森鸣嘴一笑 老先生 感谢您的劝慰 顿了顿 他笑道 我现在对毕勒谷法师的非常好奇 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和他面对面交流一番 傅乐法师点头 这是简单 毕勒谷是我老朋友 我待会带你过去就是了 非常感谢老先生的引荐 傅乐就将烟斗伸过来 别光口头感谢 快给我点上 等烟丝点燃后 傅乐笑道 实际上 同为火焰法师 毕勒谷对你也十分感兴趣 待会儿 他应该会很高兴见到你 这时 马车来到了枫叶庄园门口 傅乐法师念头一动 请帖就从车窗里飞出去 落在门口的迎宾管家手里 管家压根没看请帖 直接对傅乐法师攻身行礼 然后问道 傅乐老爷 我能知道您身边这位年轻绅士的名字吗 罗森 菲兰德爵士 刚晋升的神印法师 也是我的小友 管家面色一动 立即道 哦 原来是菲兰德爵士啊 非常荣幸您能来参加枫叶茶会 罗森有些奇怪 自己现在名声这么大了吗 傅乐看出他的疑惑 一笑 看 我没说谎吧 碧乐谷对你真的很感兴趣 管家立即接道 是的 主人经常会提起菲兰德爵士 他说您虽然年少 但对火焰 对重力都有超凡的理解 是个大有前途的年轻人 罗森面上立即显出谦虚的微笑 能得到碧乐谷法师的称赞 真是我的莫大荣耀 心中却暗道 看来我距离银乐保法师圈的 C位又进了一步 众英好